當然這幾天從地震發生以來 民進黨一直在刷一直在帶一個風向 就是你們藍營或是藍白 都想要把這特別預算修法刪掉 讓國家在急難時在災難時 有可能會沒錢可用 那最新的進度就是 民進黨團這邊講 國民黨變稱說災害重建 可以用預算法的第83條 第三款的重大災變來編列特別預算 可是因為災後的重建是很漫長的 就有可能要涉及到修繕橋樑啦 路基 公路 這時候就得用上所謂的第四條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式 所以他現在怎麼樣就是 一定要讓第四款要上車就對了 那但是你更別提了 整場地震發生到現在 小欣你用了一句話來形容 叫做綠營用喪事喜辦 就喪事喜辦啊 就是他們大概分成幾個點嘛 第一個呢先開始吹捧 自己這個綠能 多厲害要多厲害還沒停電 那實際上我講過很多次嘛 因為這次的鎮央不在西部在東部嘛 那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一個檢驗的基準嘛 我們要思考的是如果發生在西部那怎麼辦 那問題會多大 第二個他們開始是造謠說 核一廠的這個廢水噴出來了 你還要挺核能嗎 完全不顧世界潮流趨勢 以及 那個所謂廢水溢出 他整個回收過程都是符合 原本核電廠就有的SOP啊 所以他只是證明了 電廠很安全而已 即便有廢水他都有整體的SOP可以把它收回 這是他對於地震的相關處置作為嘛 那再來呢他們就開始這個繼續的去造謠一件事情 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們現在要主攻這個 所謂特別預算的修法 其實這次特別預算修法我記得好幾個版本 王宏偉文也有提 然後徐欣英文也有提 那基本上大家是針對哪一個部分 是針對 裡面的第四款 裡面第四款他講到說不定期或一次性的重大震事 政治的震 政治的震 那可以編列特別預算 那這個是一個空白授權 所以過去包含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等等很多 都是針對這個部分去編的 那徐欣英委員也並沒有去刪掉這一條 他只是講說在這一條下面如果要動之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我就問哪一個 預算動之是不需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基本上都應該要經過啊 今天就算是好有重大災害你去編列特別預算 經過立法院同意怎麼了嗎 你覺得因為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所以發生重大天災的時候你要編特別預算 錢真的要花在刀口上的時候 國會不會不通過 為什麼要怕立法委員 同意才能動之這件事情啊 本來在審查預算動之預算這個部分 你就應該要接受立法院的監督嗎再來 我們像現在 到目前為止 那大地震發生到現在我們也投入了不少的資源 請問 是使用特別預算嗎 並不是耶 是使用二倍金耶 不然你二倍金是編假的 本來我們每年度就有編列二倍金 他就是要在天災人禍的時候 政府可以立刻拿出來使用 那我問 這個預算有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有嘛 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這筆錢是如果今天要救災的時候能夠去使用的 所以每年會審核這個預算 通過以後你就有這個額度可以拿來運用嘛 如果真有不夠 比方說真的發生所謂的重大國家的災害 或者是說假設有戰爭 你需要編列特別預算的時候 那你在編啊 這個條款都沒有刪除啊 你在編如果今天發生戰爭需要經費的話 你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會故意不給你過嗎 不可能嘛我們還有民意的壓力啊 但今天如果你又要顧忌重施 繼續搞什麼 這個基礎建設計劃 搞什麼疫情期間的特別的預算 你要用這種 疊床架屋的預算 一來 是假裝自己的財政狀況很好 二來是裡面的模糊 他沒有辦法接受 被 這個立法院監督 三來他是一個空白授權 你想怎麼編就怎麼編 那所以當然我們沒有說都不能提 可是你是不是應該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使得動之呢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結果民進黨竟然 完全不顧自己應該要守好人民的荷包 要站在監督的角度 還要幫行政院繼續去擴權 有看過這種立法院嗎 有看過這種民意代表嗎 我另外講一個 其實這個是我講很多次 因為我很看不下去 就我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當時在那個 巨嬰質詢事件的時候 有傳出說他們30分鐘變15分鐘 原來他們有內規啊 他們內規叫做說 因為要讓行政院的官員早點回去 不要被問那麼多 所以你們都問15分鐘就好了 所以這是不是第一次 立法民進黨的立委要幫 民進黨的行政官員去擴權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 所謂的修特別預算的這個法 是相當合理的啊 他沒有刪掉重大災害 沒有刪掉說你今天有重大 國家經濟或者任何變故的時候 可以使用特別預算 但是他我們希望你不要去爛編 不要去濫用 不要去濫花 所以每一筆我們都希望能夠看過 確定錢是 花在刀口上的 這個合措只有 所以我會真的認為說 這一次喔 他們針對這個特別預算 做這麼強烈的攻擊 是因為 賴清德上任之後 他們正在考慮 要透過特別預算去編列 潛艦第2艘到第8艘 全部要一次編起 我直接告訴大家 如果他們這樣編 我100%會站出來反對 因為我認為 我們不反對潛艦國造 可是 你是不是一艘船好了 之後再編下一艘 那你為什麼你要一次把第2艘到第8艘 一艘要220億 8艘你扣掉第1艘 2到8艘加起來的話就是多少錢了 是一筆非常大幾千億的這個數字 那你如果一次編了這麼大的一個特別預算編下去的話 中間如果有貪污 腐敗 舞弊 請問你要怎麼抓 你一定是 像目前為什麼邱國正跟民進黨有一些官員會鬧不合 就是他當時反對這件事情 他認為說我們不應該把整個潛艦國造的預算從第1艘編到第8艘 應該是第1艘編完了之後 你真的通過下水的測試了 這個船舶相關的測試了 確認第1艘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編第2艘開始第2艘 你一定是這樣子 一艘一艘往後編 因為他是很大筆的這個預算 那怎麼會現在開始思考說我要第2艘跟第8艘全編 編特別預算 對 所以因為大家可能沒有把這兩件事情連結在一起 所以看不懂為什麼民進黨要在這個事情上面這麼堅持 因為如果未來賴清德他當上總統之後他們要編一個第2艘到第8艘的連續的預算全部 2000多億直接編下去的話 那就會用到第4款 因為他不屬於重大災害 他也不屬於什麼國家經濟什麼事 變故沒有 他就是 一次或是不定期的重大正事 所以這樣的話 這筆錢要經過立法院 同意才能動之他們反對 所以我認為這完全就是為了要接軌 之後賴清德可能要編一個 2到8艘的潛艦預算 所以我真的這件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我覺得 我們不是不要潛艦國造 我們不是不能編預算 但是你不要 第2艘直接編到第8艘 你要建好都是多久的事情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去浮編呢 我想補充一下潛艦的事情 因為大家一定會想說 哎呀這樣子 到時候就是國民黨 反對國防 我必須講了 民進黨再過分一點 騙人家不知道 首先第一個 日本前陣子 這個下海這個新的潛艦 才100多億而已 性能比你好好 我知道他們現在一定會講說 我們第一招國造 本來就會比較貴 他是完全違反大家對軍事的一個原則跟邏輯 計劃 會有編計劃 美國一樣 他長年都有這個 航空母艦的計劃 10艘 比如說他現在福特級 他又變了好幾艘下去 可是 有計劃不代表有預算 他會有一些先期預算 但是不是整招建造的預算 我們現在這樣的編什麼意思 第一個我們的潛艦性能能不能達標是關鍵 再來呢 其實這種所謂自製新智的險艦 他都有個關鍵 他是一邊做 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會每一艘每一艘都做微調跟魔改 沒有人一開始就說我全部就照這樣子 復刻全部做好 有這種事情的 在全世界就你中華民國海軍這樣幹 就你民進黨政府這樣幹 有這種東西嗎 那鄉野帳裡面一定藏的藏物納過嘛 而且隨著 這個 潛艦他的製造越來越穩定的時候 他很多的相關的成本會削減 對 結果呢 你每一艘你一共第一艘原型艦的預算 用第二艘定了一個架 之後你就這樣子復刻全部 你要不要臉啊 真的是要臉不要 這是到太誇張 所以可以見得裡面有多少的東西 難怪黃曙光這幾年紅到 搶得來不掉 這關鍵嘛 邱國正為什麼跳出來 他們裡面當然很多謠傳 邱國正是陸軍什麼 其實這不是重點 邱國正知道一件事情嘛 如果你把所有的預算 就算你用特別預算好 你都編到的這個潛艦上面 國軍的戰力是上山是下降 我跟你講絕對是下降 一個國家一年可以給 我們的 國防單位的錢 他是有上限的 他資源是有限的 結果你給了這麼多錢 給潛艦的時候 你排擬到誰的預算 你排擬到其他例行維護的預算 國軍只會出更多的包 死更多的人 然後呢 更多更重的勤務 包括巧欣一直在追的 非常重要這個制裁的問題 3月份的時候 就光3月份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就已經有9起啊 嚇死了 然後今年15起死了12個人 有這麼誇張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太扯了 他都現在都給你用個 國防機密 所以呢 裝了一副 神聖高大上的樣子 拜託全世界上這麼多軍武 現在全世界到處在打仗 大家都有眼睛 會自己去看 他一定會攻擊說 你又不是軍事專業 就全世界在他最軍事專業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王定宇什麼軍事專業 對嘛 王定宇你什麼軍事專業 那你憑什麼當國防外交委員呢 哪來專業 沒有專業 只有弄錢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 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 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然後 你有影響 見過 做了 你